希望台中成为全国艺术新锐萌芽的基地 进一步扩大台中艺术产业的发展 台中市文化局扶植新锐艺术家也积极搭建平台 带领他们今年也和台中艺术博览会合作 打造艺术新生展监 展出11位来自全国不同校系的毕业生艺术新锐作品 为推开进入艺术产业的大门 立入了线条咖啡色的叶子与咖啡色的乌龟 画面给了一种宁静与和谐 这幅画作是出自新锐艺术家之首 这一次受邀在台中艺术博览会展出 在台中市政府文化局的扶植之下 新锐艺术家逐渐展露光芒 我们今年总共有7位艺术家参与了艺术博览会 那艺术新生举办了11年 那总共有1400位优秀的艺术毕业学生 那他们呢因为在大中文化中心参加了那个历练 那他们的作品也被看到 替一届毕业生推开艺术产业的大门 台中市文化局连续11年举办艺术新生计划 提供他们资源以及管道 让他们的实力能够被看见 这11年来培育众多的新锐艺术家 更连续8年参加台中艺术博览会 年轻的艺术家 尤其是刚毕业的这些毕业生 其实他们出出社会也没有很多的资源 那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舞台提供给他们 所以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除了建构这个艺术新生的平台 在大东文化中心之外 也跟艺术会来共同合作 那希望更多的藏家可以发掘他们 好让他们未来在艺术的这个人生之中 有更多人的支持 让他们的艺术能量可以发挥到极致 台中艺术布兰会中展出一件件 新锐艺术家精彩的创作 透过产观学携手 推动展览创联在地画廊 让这些艺术新势力 能够一步步的展露头角 接着来影城专台中台报道 接着来影城专台